比台海危機更要嚴重 擺爛啦 教訓加弩 你會覺得這個政府就是 一點的負責的 一點責任 一點實感都沒有 我們的政府毫無作為 毫無作為也就算了 如果你毫無作為 那你就不要挑釁 中共完全洞悉你 台灣的國防 零能力 你完全沒有抵抗能力 你的新防 根本就是一個軟腳蝦 當代投降的 最想吃的軟柿子 門戶洞開 讓敵人蒐集情資 知道你們不堪一擊 知道你們全是 這個XXXX的一群人 我覺得這才是對台灣最大的傷害 我們花這麼多錢的軍備 結果到今天連 察覺這個飛彈飛越領空 跟國人報告這個最基本的 做法都做不到 那我們要這個政府幹什麼 那後來有很多 我這邊手上的數據啊 你看這個其實是一個很有 很有這個 相當升高的警告意味啊 這比台海危機啊 1997年 比台海危機更要嚴重 那結果台灣人是什麼看法呢 幾乎就是已經完全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看法啊 就是已經擺爛了 那這件事情我們這樣看 就是說你看這個Nancy Pelosi 是2號到台灣 3號下午離開台灣 不到24小時 就是4號的下午2點56分 開始連續發射飛彈 一直到下午的4點08分 在目前我收到的這個 日本方面的情報是 一共發射了9枚飛彈 那這個政治意義是很簡單 就是說我不當面為難你PyroTi 但是等你走了 我要開始教訓我家的 就是要教訓家奴的 這個味道非常的重 那這個4號開始發射 2點56分從福建沿海發射 然後接下來從中國的內陸發射 3點14分內陸發射 3點57分浙江沿海發射 3點57分同時在浙江沿海發射兩枚 4點05分從福建沿海起飛 然後連續就在福建沿海發射 射程最遠的 目前從日本防衛廳給的 防衛省給的消息是700公里 最近的是350公里 那我們就在問了 為什麼第一個為什麼不攔截 而且第二個為什麼不警報 網路上就有很多1450 把這個國防部準備好的 這個說法拿出來貼 到處貼 像我的眼書上面也貼 他們的意思是說沒嘗試 一點去那個搞清楚一下 這個飛彈的這個原理吧 他說當高度到一個地步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辦法攔截的 他總要掉下來啊 他總要掉下來啊 沒有 這個很好笑的事情 他是一個弧線上升 他可能最高點假設在台北上空 這裡我們攔不到 可是他往我們東部海域走的時候 他要往下啊 總有個高度你可以接著他吧 對 那這個東西物理嘛 雖然物理念不好 但也念了就是大學念了兩年嘛 你很簡單嘛 一個彈道進行的軌跡就是 你的cosθ是你的水平分離嘛 你的sineθ是你的垂直分離嘛 水平分離是管你這個彈道 往前會落在哪裡的落點 可以飛多遠 那垂直分離是管你彈道多久落到地面嘛 好 那你的垂直分離 如果你沒有其他的加速度 就是每秒每秒9.8公尺的重力加速度 那你的水平分離 就是看你這個彈道有多大的火藥 多大的這個能力 可以往前續航多遠 那簡單的講就是說 它可以飛越你的上空 它就可以讓你在你的上空掉下來啊 它就可以砸到你的腦門嘛 簡單講就是這樣嘛 它只要讓你的這個cosθ分離 它開心它算好就行啊 它又掉下來就掉下來 所以你不要告訴我 而且我覺得 我也不要去跟人家賣弄什麼飛彈 我真的不懂啊 但是我簡單的物理我是懂 好 但是我要告訴這些1450的事 你今天告訴我們說 因為它飛得太高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攔截 所以叫我去補補腦 去了解一下這個 多增加一點軍事常識 我說好 沒關係 沒關係 我沒有軍事常識 我輸你 哪一天台北被炸了一個 大洞的時候 國防部也會跟你講一樣的話 因為這個飛彈飛太高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攔截 所以對不起 不好意思啊 這個炸了一個大洞啊 不好意思 那個台北市政府養工處 會把這個大洞 在一個星期八補起來 所以你會覺得這個政府 就是一點的這個負責的 一點責任 一點實感都沒有 再者 你總可以告訴大家說 我問你嘛 這個時候你 請問你我們平常防空演習 在防什麼 不是在防小偷嗎 最近才萬安演習耶 講萬安要不要出來想一想 躺著中槍 對 所以我要說的是 難道我們的萬安演習 是在防賊嗎 還是在防COVID 碰到這種已經瀕臨城下 這個飛彈危機以來最大的一次 我們這次比96還97 96 飛彈危機 對 更嚴重 說真的 我們現在的演習啊 就是走一個流程 走一個形式 你跟我說如果現在真的打來 我要去哪裡躲 我不知道耶 我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 在觀看著大家 你們有人知道說 我現在究竟我要往哪裡躲嗎 去AID啊 就在內湖啊 對啊 靜靜的 然後在門口剛剛講說 你們陪老太太害的啦 我今天要來那個 其實這件事情 可以有幾個觀察點 我覺得其實真的很心酸 另外就是 你知道台灣對這件事 已經沒有不在乎 不在乎 政府也不在乎 飛過頭上沒有掉下來啊 無所謂啊 對不對 飛很高我打不到啊 那一般民眾817 1450 就說就點點啊 也不說話啦 其實那當然我還是 我有一個我的基本論調 就是說台灣今天要接待 哪一個國際的來訪的外賓 這件事情不應該由中國來決定啦 如果我們對這件事情 都要投降 都要順從的話 那我們乾脆就直接投降 也不用買軍購 我這樣講是真的 你看我這個長期 被標籤台獨份子的人 我都直接講了 我說如果今天台灣 應對飛彈的態度 是這樣的話 也不用建國了 也不用抵抗了 就趕快跟這個中國談一下 就說我們成為香港 我們就香港話嘛 我們來談一下幾十年不變 幾百年不變 然後條件是什麼 大家講好 然後到時候 這個條約被撕毀活該嘛 這是我們應付的代價 因為我們的政府毫無作為 毫無作為也就算了 如果你毫無作為 那你就不要挑釁 如果你願意有所作為 你可以把這個國際情勢 管理得很好 那你可以步步的往前推進 台灣的國際空間 這是我樂見的 因為我一直不覺得 台灣應該要投降 我一直不覺得台灣應該 這個就是素以代弊 束手自服 我不認為 我真的不這麼認為 我不認為台灣的宿命 就是這麼可憐 但是看起來 今天民進黨政府 就把台灣帶向一個 這麼可憐的境地 就是一方面挑釁 這個犬牙 像什麼王定宇啊 什麼那些號稱國防委員會 不斷的用言語各種方法 在刺激中國 然後我們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就沒有得到好處 我說今天危機來台 我是歡迎的 我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今天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要換到什麼 如果只是他來這邊一趟 講講廢話什麼 台灣民主是什麼 然後去看看人權園區 然後要我們付出這麼大代價 我覺得那是不必 如果他此行來 是說幫台灣加入國際組織 那我覺得可以賭一賭 問題是你來幹嘛咧 你來 你要挺台灣 你可以在國務院 你可以在這個眾議院發言 你可以視訊啊 對不對 然後可以講更久 所以我覺得這套交易有點不划算 那更不划算的是說 我覺得這一次 這個飛彈一說打了九顆 一說反正現在國防部說的東西 我相信啦 我要去看看國外怎麼說 這一次我覺得 台灣最大的損失是什麼 我想一般人都沒有在談 就是中共完全洞悉你台灣的國防 零能力 你完全沒有抵抗能力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你的新防是根本就是一個軟腳蝦 等待投降的最好吃的軟柿子 我覺得就是這一次 1996年飛彈危機以來 這26年來我們繳出的成績單 1996年的飛彈危機 李登輝好歹掌握了所有的情資 還知道什麼啞巴彈 還知道這個內容 還敢說我們有18套劇本 而且我們換了什麼 我們換了台灣第一次的 民選總統的總統大選 這樣被人家恐嚇一下 我覺得台灣爭到了 自己該有的民主 請問你26年後 2022年的今天 Paris來台一趟 我們付這樣的代價 請問你我們換得了什麼 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要思考的問題 如果我們真的換到了一點東西 我認為天底下 沒有不勞而獲的和平 這個確實是我們考慮 要換什麼 要付出什麼 但是這一趟 我實在沒有看到 我們到底換到了什麼 卻要付出一個國防 門戶洞開 讓敵人蒐集情資 知道你們不堪一擊 知道你們全是 這個準備投降的一群人 我覺得這才是 對台灣最大的傷害 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擦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iCo 快點購 掃一下 эти 動態 動態 CAL 感谢观看